荣耀水晶太难克 红包封面太难强 大仙周边砸不住 兄弟们不拼欧气 拼仙气的收到了 先由专属微信小程序 大仙688 直接扫描屏幕中的小程序码 或者点开微信搜一桌 都锁张大仙 就可以找到我的专属小程序了 先玩法力 赞仙气 先福利中换奖品 二十仙气 转一转 幸运仙转盘中的iF512 荣耀水晶 一击多款周边 没准就是你的了 专够你爸爸仙气值 即可去福利兑换中心 兑换我的限量微信红包封面 还有更多的兑换福利准备上线 比如我的专属小手办 以及各种周边大礼包 你们准备好仙气了吗 嗯 问我仙气怎么得 我只能告诉你啊 先玩法力全写着 百万现有营养猪 荣耀水晶换皮肤 王哲攻略和吃瓜 粉丝福利带回家 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是的 李白荣耀典长 名剑夜影 终于和我们见面了 这个皮肤啊 承杀了我太多 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情绪 三年不见 一眼万年 他是有多少玩家 心目中的白月光 十步杀一人 千里不留心 成绩数千天 他手持夜影剑 向我们宣告 王哲归来 怎样的开场 才配得上他 不如为他留下 满屏的成名绝据 我先来 我和我的剑 到此一游 局外动画 李白苏醒于 住剑池中 轰然腾空而起 周深数码回流 他取出夜影剑 新的剑万千道剑 直冲天际 突破黑暗 他与剑直升于 云层之上 无处千光虚影 最终化成一把巨剑 落入幻空平台 这个世界 本是上古兵器的他 被重组为人形 他与文字 与历史为原代码 觉醒于未来 所以服装上 文字元素颇多 却又科技感失足 整体造型 复古又赛薄 就是发型 好像稍微朴素了点 那普通空间 空A时 李白背上的夜影剑 化为道道剑气 展出深蓝色的攻击轨迹 而攻击到敌方单位后 每次中一剑 他的身后 就会多出一把剑影 进入侠客型状态后 每个技能的特效 都会发生改变 被动技能 侠客型 李白背后四把剑影 身旁环绕着 银白色的被动指示器 一技能强进游 李白向前突出 每一段最初的位置 都会留下他的残影 影色会以三种形态 随机出现 击打到敬天时 特效干净利落 音效迅捷 而进入侠客型状态后 向前突击时 会出现巨型剑影 二技能神来之彼 二技能形态十分多变 没有击中敌方单位时 有两种形态 而击中单个敌方单位时 又有两种形态 不仅如此 击中多个敌方单位后 他还有两种形态 感兴趣的小伙伴 记得停真细评 三技能 清廉剑歌 我一眼就能看出 这个大招的运行轨迹 和其他的皮肤完全不一样 这五道剑影 最后一道换为巨剑从天而降 给予老亚色迎头痛击 这就是克金的力量吗 不知道用在手上是什么感觉呢 我真是等不了了呀 此皮肤还有一个 其他荣耀典藏都没有的设定 在购买明刀 破军 暗影战斧 细血刀时 会分别触发四种形态的特性展示 也就是每一件武器都有专属的剑影 你以为这就是李白新皮肤的全部了吗 不不不 这才到哪 出生时加速效果多种 会根据装备的不同而改变剑的形态哦 行走随机动作那叫一个潇洒四翼 待机动作都是爱你的模样 死亡时人形倒地后会化为虚影与剑影 最终只留一把夜影剑 果真是人剑合一 回程特效 李白展开双臂化身虚影 身旁乍现彩虹光芒 虚影渐渐浮空化为一把巨剑插入地下 这就是大河之剑天上来吗 最后就是这个原话 这个角度好像不太能展现我们的李白的帅气啊 不知道会不会稍微优化一下呢 冥界夜影 绝对是王者有史以来 最细的一款皮肤 里面肯定还有我没有发现的细节 欢迎下我们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哦 此款皮肤将于2月11日更新后上架荣耀商店 拨拳擦掌三余年的兄弟们 是时候拼一波手术了 看谁能最先穿上新衣裳遨游峡谷了 我呢现在还剩一个小小的愿望 希望李白能加强呀 点个小赞 让我看看有多少人和我有一样的愿望呀 一个人一名为雪墨阴空的现有提问呀 大线大线 我想问一下 像猪狗亮大招 蓝灵王二技能那些有斩杀效果的技能 在被选中时 如果啊突然买了一件雪亮装 会不会伤害有影响 那测试画面我们看到 当敌人杰身上挂着蓝灵王标记时 疯狂买霸者中装 虽然血条明显多了两个 却依然被标记了二段伤害击杀 回看装备面板 敌人蓝灵王也没有任何装备 仅凭基础伤害 依然可以斩杀后买六霸者的敌人杰 因此得出结论 虽然瞬间购买房装可以提高雪量 但是不会影响剩余雪量的百分比 如果购买装备之前处于斩杀线内 购买装备后依旧会被击杀